如今,喜剧类的综艺节目可以说越来越多,花样层出不穷,并且也是能够看出观众对于喜剧的喜爱也是越来越多。 相声作为传统的艺术形式,在德云舍国德纲的带领下,开始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在喜剧综艺上,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爆综艺节目,而这个喜剧类节目的参赛者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演员,节目也是只在推动全国各地各个相声社团的发展,也是让相声这门传统艺术更加发扬光大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节目超出了一般选秀的意义,第三期的节目终于迎来了一道亮丽的风景,一些眼尖的观众也是看着他非常的眼熟,张云雷曾在《欢乐喜剧人》中表演过一个相声剧,而这部相声剧的主演大恋妹妹就是这个女孩,姬天宇,如今他也终于登上了相声有心人,与他的搭档也是德云舍的胖子刘哲,两个人反差的身材,成了一道不一样的风景,让人想不到的是, 来自中国台湾的相声演员姬天宇,已经学了十年相声了,他的诗也是侯宝林大师的弟子吴赵南先生,而赵贝凡,他管郭德纲教师博,就在今年的大年初一,郭德纲导演的十九代祖宗上映,这部云集了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喜剧各岁电影, 姬天宇小姐家也有参演,在张国立的诊所里,有这么一个对自己外表不满意,明明大眼有神,还要开眼小的美女,向上有心人的舞台上, 一语向上小道而有大观进度修业,不如石门短短十六个字,让观众们对这位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, 更是对师岛传承有了直观的感受,从其微博中不难发现,姬天宇关注最多的还是德云社的重任,向上有心人出播时,还在帮老郭宣传,可见其对师伯的敬佩,生活里, 姬天宇一颗少女心泛滥,处处透着萌萌搭可爱,姬天宇被称为相声界的林志鼎,除了原本的相声演出和主持之外, 她还是一位专业的演员,特别是古代装扮优雅,串气,相识而俏,皮实而颇具英气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